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 瑶瑶、郭舒瑶、曹佑宁、王柏杰、马志祥、孙可芳等人今出席OTT娱乐子制剧人际关系事务所首映会 瑶瑶剧中饰演拜金女 千方百计想吊金归序 跟曹佑宁、王柏杰都有吻戏 还要用力咬曹佑宁 曹佑宁今被问到感受时傻笑 开心啊 可以被摇摇摇 今王柏杰半开玩笑问摇摇 另一半会对吻戏吃醋吗 正跟以伦热恋中的摇摇听到 当长脸上红 羞喊 王柏杰没正面回应 闪躲感情问题 摇摇先前被拍到跟以伦亲密热吻 低调认爱 但恋情曝光后 她几乎不对外提及与男友的相处细节 跟以往大方放闪个性相差许多 剧中她与曹佑宁拍吻戏 曹佑宁吻地投入望我 没听到导演喊卡 郭书瑶笑喊 当时我有听到导演喊卡 想说她怎么还不停 小曹反应真的很慢 她为配合剧情 高效勾引王柏杰 展现软Q筋骨 却被王柏杰吐槽像大法师 他把自己扭曲到一个极致 那动作太诡异了 有点可怕 郭书瑶剧中还得呼曹佑宁巴掌 在导演一声令下火力全开 往死里打 他只呼打人压力大 反而是戏中杨靖赏她巴掌 还觉得比较轻松 但杨靖当下意外打到她下巴骨 被问到当时反应 摇摇笑喊 我有听到咖一声 就慌了一下 不过我以前拍戏都蛮常被打的 曹佑宁曾是棒球国手 剧中与王柏杰 郭书瑶一起到打机场拍戏 王柏杰自招没想到棒球那么难 连球速80我都打不到 小曹超轻松 曹佑宁则细喊 那时候觉得终于换我帅一波 平常都他在帅 该剧13日起每周三四晚间10点15分在台式 爱奇艺播出 16日起每周六晚间8点在东三综合台播出 人际关系事务所受映发布会 曹佑宁 记者陈丽全社 人际关系事务所受映发布会 郭书瑶 记者陈丽全社 人际关系事务所受映发布会 王百杰 人际关系事务所受映发布会 王百杰 又起 郭书瑶 曹佑宁 记者陈丽全社 人际关系事务所受映发布会 欧阳伦 又起 杨静 王百杰 郭书瑶 曹佑宁 马志祥 孙可芳 刘国少 导演 吴建兴 记者陈丽全社 人际关系事务所受映发布会 能够